你要说的吗 我要和你结盟 结盟 没错 我现在需要一个助手 厨艺要好 目标要一致 但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最合适 这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评价我的话吗 你的厨艺我是了解的 虽然不是什么师辰正统 但是也受到了 你爸妈和我爸妈的真传 而且 我们两个都不希望 山之屋倒闭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你有山之屋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我也有 只要我们能够合作起来 就是不可撼动的股东联盟 一起拯救山之屋 我真是说话的时候 这么不想你 你不会是得了什么 人格分裂或者精神市场吧 我除了智商比别人高之外 其余一切正常 而你 怕是鸡贼小气多疑 没有女人为之外 也没缺点 爸爸说过 你有做出师的天赋 但是缺少系统的锻炼 和开阔的眼界 记不记得上次 在袁大头的时候 你把我摁下 你跟我说 如果不喜欢 那就受着 现在我把这句话 重新送给你 我问你 你还想不想做一名 优秀的厨师 那当然了 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想要成为一个后厨的主厨 人家从学徒到主厨 那得经过清锤百炼 而我 也就是喜欢做菜 圆着呢 你放心 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 我会把山之屋做一个 大的整改 大的整改 山之屋现在存在的问题 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的问题了 而是要从头到尾 重新调整 那 那员工会不会反弹啊 当然 所以这件事情啊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但我绝对不会放弃 还有 我已经找了韩慕了 如果你同意跟我合作 他会安排我们到集团其他的餐厅 去考察 一旦取得成就 杀我山之 我 我 但我不能保证 一定能成功 但你至少能保证 先试一试吧 那 那就 试试 接受 接受 试试 我想你也看到 这家餐厅的翻台率非常高 翻台率就代表客流和利润 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服务培训都是怎么做的 我们有专业的人士经理 进行岗位培训 就连垃圾桶都有使用指导 专业的 那专业的 怎么可以找到呢 我们内部有 也有外情 那外情的可不可以推荐给我吧 当然可以 那太感谢了 那关于你们后厨的主厨 和厨师这一方面 你们有具体的安排 我们可以去里面参观一下 好吧 这边请 我们跟各大银行都有合作 如果您用指定的方式买单 会享受特别的优惠 还有你们看 参举也是严格遵守版的方式 方杉杨的家餐厅带领取的金额 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适用 扁平化的管理和直接谈 这样的话能接受很多沟通的事情 菜品一经不一全 后厨的管理 还有前厅的顾客体验 一定要保持联动 大家都好好看看 大家都好好看看 好 大家都好好看看 据美食漫画家林小野透露 山之屋新任管理层上任之后 菜品水准大幅度下降 这种消息传出去之后 餐厅所有的预定几乎都取消了 这还怎么做生意啊 这算污蔑了 算诽谤了 关键这三个鬼鬼祟祟的人 居然还是自己人 那个 开会呢 你们不就是那天那对情侣吧 我说这好久没回总部了 总觉得哪不一样呢 原来是妖精这样做樊四重的 小郑 你跟领导说话你别咽快起 我再正式地介绍一下 我是高信 他是杨晓柔 那就干脆利落点 请问一下两位领导啊 我们在山之屋干了这么多年 不管换了多少国领导 那我们都是勤勤恳恳 老老实实地做好本事工作 我们是偷钱耍华了 还是随私舞弊了 为什么查我们啊 还微服私房 你再说了 有哪里不好 怎么会这样 误会不是这个讨论商人解决吗 也没有人说不接受啊 怎么还能先让外人知道的呢 高总 那人是你朋友吧 你朋友怎么差离台呀 说我们山之屋经营不善 这会影响我们营业额的 是是是 是 大家先不着急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先去问清楚 你站住 他还没说清楚呢 你到底为什么调查我们 我们不是调查 我们是想把事情搞清楚 我们回来再说 来来来 实实真相 那你说说 怎么说了 谁说了 行了 你身为一个店有素质呢 动手啊 你给我谈素质 我跟谁他呀 我没事 我没事 我们先走回来再说 你说清楚 说清楚 别说 李叔 你已经晕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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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捡了 你又捡了 没事吧 没事打摇了 你救护车啊 救护车 救护车 快快打电话 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 我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但是记者一上来就问我 山之屋菜怎么样 评价又如何 我觉得这里面 肯定早就有人爆料了 是啊 我看过哪些报道 哎 连咱们去山之屋吃饭的照片都有 这肯定早就有人预谋了 可是我不好做 没有根据的分析 谁做的 你心中肯定有数 兄弟对不住啊 这次把你也牵着解答了 不是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咱俩是兄弟 哎 高兴 你不觉得咱俩很像吗 咱们都喜欢画画 喜欢美食 喜欢天马流行 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一个 行与也贺的品味者 而不是去经营一家 有业绩考核的餐厅 你觉得 你能坚持得下来吗 这事吧 坚持不坚持 我都得坚持下来 我答应了那么多的人 尤其是他 如果这次我跑路了 那他肯定死定了 笑什么呀 我是明白了 那男人初恋是心中的一根刺 那杨小姐 是不是你心头的一根刺 我这么潇洒倜倘的 我不去扎别人都不错了 谁能扎得了我 再说 我跟他没那次意思 谁信呢 我一看一个嘴 要不然 咱俩赌一赌 赌就赌 但我现在没想 伤口问题不大 学医生指出了 你带他去做个脑部CT吧 好的 不用了 没事 先生 你这伤口问题是不大 但是这种突然晕厥 是不正常的 开始做一个吧 早点发现问题 早点治疗 好吧 好 保有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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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架得这么严重 那救护车上的大夫不是说了吗 伤口不大 你也没太担心啊 要是咋的不严重的话 怎么会做CT 做CT的是为了保守起见 你现在着急有什么情况 等结果出来了之后 我们再看看 姐 李叔那个样子 是不是特别疼了 我 我怎么就不能 把被子拿稳一点呢 想工作也没做好 搞出就你的事 怎么办 行了 等李叔出来了之后 你给他道个歉 他可令得原谅你的 我算他脚下的亲戚 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人是时间最长的 你跟我说实话 我是不是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是不是特别伤人疼 都这个时候了 就别胡思乱想了 你们谁是李俊良的家属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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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到办公室来吧 颅内肿瘤 是的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脑瘤 而且已经很大了 情况不是太好 你们看 这是他的脑部CT 肿瘤就长在这个位置 肯定是恶性病变的 病人最近是不是突然出现 急躁 忧郁 容易激动的情况 这些都是因为脑部肿瘤 导致的 脑内压增高 典型表现 是流液肿瘤的典型症状 那 那那现在怎么办 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建议 尽快手托之类的 你们都是他单位的吧 那通知家属了吗 李婶腿脚不好 没想他会发生这么大事 还没有通知他 李叔女儿在北京工作 没在上海 那 赶紧通知家属 你 医生都说了 李叔是因为脑部肿瘤 才这样的 所以你也别太着急了 大家现在全都留下来 再想办法 李婶已经让音讯去接了 李叔的女儿 也马上赶回上海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反而让我担心你了 赵宇 对不起你 我反悔了 不想当说事 你说什么呢 这会儿还乱说话 这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警告 预示我不要再继续下去 还好现在赶快是 现在结束还来得及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同意啊 鱼汤最不能 我现在就去买鲜鱼 给李叔熬鱼汤 马上送过来 照片 给李叔熬鲨 是否有对 我不喝 你喝吧 谁啊 医生 老李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这事都怪我 不是不是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上的 要不是因为这个禁令医院 还真不知道自己 生了这么大的病 老李 没事的啊 有病啊 咱们就好好的治 你看你多倔呀 这么多年也不检查身体 得了这么重的病都不知道 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李叔 你放心 这医药费的事情 我们公司全部负责 那 那怎么好意思呢 李婶儿对你放心 高总市长在世的时候 给山珠的员工们 都买了高额的一流保险 这下拍上用场了 还是高大哥会为我们着想 我们家老李常说 跟了这样好的领导 就算是为他赴汤蹈火 也是值得的 高兴 谢谢啊 这别谢了 这应该的 您 您坐 那个 李叔 李叔 你看小柔一直都特别担心你 所以给你煲了新鲜的鱼汤 李先生 来 不用了 请以心理啊 这汤 拿回去了 你这个老头子 跟一个小姑娘发什么神经啊 来 汤我收下了 谢谢姑娘啊 不是 你 对不起 李叔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对不起 小柔 你要是真觉得内疚啊 就听话赶紧离开山之屋 你说你 从你到了山之屋之后 这山之屋出了多少事情 拜托你 还是离开吧 让山之屋太平一点好不好 你胡说什么呢 你李叔生病了 说的都是胡话 别理他啊 李叔 这小柔也不是故意的 干嘛非得人家离开啊 这件事情的确怪我 一切都是由我而起 责任自然也要由我来负 李叔 这段时间您现在性养变 行政工作那边确认 我先去帮忙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听你一下 好的 你这么给我拿的什么 我要的是这个月的指数记录 不是上个月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下子一定不回来 一定不回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杨文元 最近医院办公室两边跑 辛苦了 人家胡阿姨都说了 说你这文员工作做得很好 你确定胡阿姨说的是 我很好吗 你别灰心啊 人胡阿姨跟李叔都干了十多年了 当然家庭就说了 再说了 你又不是干文员的料干不好 那也正常嘛 是 我不是这块料 我哪块料都不是 我就连这文员我都干不好 我就只能送外卖 只能去做家政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老扭曲我说话的意思呢 我 我 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 你看要经营一家餐厅 有这么多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这要是一家金牌餐厅 我做什么事都得进小省委 就李经理被打这件事 我知道集团已经启动应急院了 但我 应急院我参加了呀 这不是没出什么大事吗 我受不了了 高兴 也许你看错了 高叔叔也看错了 我根本什么就做不好 我没有能力承担这些重任 我是挺喜欢做菜的 可是要想成为一个大厨 也不是只会做菜就行 我受不了了 我 我明天想请 请个假 我好好想想 你好好想想吧 一大早就趴在我家门口 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 我今天的工作 是来维护这工作战友的 我给你带了玫瑰金友 无时间殷勤 我不要 这小瓶可等于一卡车的爆下力量 玫瑰呢 大早 你们能不能别了 分手啊 小时候 我就陪着你 我不是 快 我不需要你陪我 来 来 来 你妈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好不好 对 您 你 你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点没啊 没事 你不累啊 打算在我家睡 你不累啊 那好吧 明天见 还来 你不想离开山之屋吗 我总得找时间跟你交接一下工作嘛 你既然到家了 我就不送了 拜拜 我走喽 我走喽 吃得好再来啊 好的 再见师父 小心 杨小荣 出来买菜了 别喊了 别喊了 早就出去了 出去了 是啊 天明亮就出去了 好 要不得来点 这边一个 你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注 跑路了 跑路了不带着我 李叔治病的事情一定要安排好 我知道 高兴 你在哪儿啊 这么吵 因为李叔进医院的事 杨小荣说她不干了 我现在到处这么快乐 人不见了 赶紧把人找到 找到了给我报个庭案 李彪 你说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呀 天天跟我去超市上班 这也不行呀 今天还是先去你家吧 我们过两天都回来 再说了 这个大少爷 说不定做事也没什么偿心 也许过两天她就不来了呢 你看你说话真没底气的样子 行吗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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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干嘛 你又来 去看看吧 看什么看啊 这体定没在家吗 不是 咱就这么懂 她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她 她都一天都没回家了 她能去哪儿 这样真跑路啊 像她这么抠门的人 绝对不会去住酒店的 以我东方律师 多年处理家庭关系和婚姻矛盾 的经验来看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只要去一个地方 哪儿 这就行了 节约成本 你别摸摸唧唧的了 大白不在这工作吗 你直接问下地址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啊 你就不懂人情世故了 我 咱俩大老爷们 问人女孩家在哪儿 你告诉我 人家会还坦然地告诉你 还是回去直接报警 看我的 阿叔啊 能借个电话用一下吗 我没电话 那怎么办啊 我这找不到我朋友了呀 不是你说 这女孩怎么动不动就发脾气啊 你说她在这儿工作 她当然熟门熟路 她跑哪儿去咱也不知道 咱上哪儿去找啊 咱本来想拿东西去她家 这怎么办啊 朋友 是女朋友吧 她就这样工作 是哪个呀 你说这李大白呀 你说都二十六了 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啊 你说 你说你跟小柔 介绍我俩认识 对吧 本来想去她家看看她爸爸妈妈 爷爷还有哥哥 那你说去哪儿看啊 我们 没事没事 你是李大白的男朋友啊 阿叔啊 麻烦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 就是 尾号3844的那个 阿叔谢谢啊 谢谢啊 年轻人谈恋爱 你家小姑娘耍脾气是正常的 哪能接你电话呀 哪能接你电话呀 你别着急啊 我这就把她家的地址写给你 今天早上她妈还唠叨了 说姑娘二十六岁了还没扔药 没想到 晚上难陪就落回家了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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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叔 多少钱 你怎么知道李大白交的行为 那天撸串她说的呀 你怎么找她电话的 她叫车 司机打过来确认乘客 她报了手机号码 她看免提我听到了呀 可以啊 做律师 这是基本技能 不要再崇拜我啊 你不是个做律师 你是个作剧回大妈 不就这儿吗 是英英姐吗 你在家里吗 不在 那你赶快回家吧 你家的毛小女婿要上门了 你在楼下扔垃圾呀 快扔掉回家吧 她马上就要到门口了 快点啊 你确定啊 你看 那应该是 你是大白的男朋友吧 我刚倒完垃圾说好 当得不能卧桃啊 不好的 她是 她是 这个更好 这个天地饱满 红光满面的 李大白也是的 你上门他也不早跟我说一声 还是超市的人跟我说的呢 好 阿姨啊 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啊 跟大白走散了 来玩就好了 还带什么东西呢 给我给我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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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妈 喂 妈 怎么了 大白 你在哪里了 我现在准备进家门了 你来人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赶紧下楼拿东西了 现在下楼 把烧酒来啊 好的 阿姨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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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啦 拜拜 我帮你妈 杨小柔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玩 你失踪了一天我以为你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玩猫猪老鼠的游戏啊 我还想说你能不能别跟我玩特务的游戏啊 你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好好去捉摸捉摸餐厅的事情 别在我身上玩这事情 喂 你是不是觉得我喜欢你 你才不回来了 我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行 我好好说话 就算是为了杉猪的利益 我也要拉你回去啊 你不是一直以来最鄙视我这种 不入流的厨师吗 你怎么确定 我能给杉猪带来利益 是啊 这次我遇到你之后啊 我就觉得 既然咱们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 最好就以后不要再有什么交集 不用你提醒 我现在有多浪费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 虽然你已经变成了我不喜欢的样子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你烦 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 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 这很有感染力的 好 这么长时间我一个人 每天都吃着燕氧食锅配的那些冰冷冷的饭菜 一口烟火气息的饭菜我都吃不下去 可是你做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我吃着特别的安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你能行 我觉得你能帮着我 说的怎么去 以为 以为自己是算命的 总之 这段时间我觉得我跟你吵架都特别有意思 而且每次都能吵出心意来 当然 这也支持我的想法 你要没这种想法 你就怪我自作多情了 多谢我 杨小柔 我今天来不是来逼你的 这种事情逼也逼不得 但我希望你能回去 因为你是天才女厨师 我相信你可以 你什么事情你都做得到 我说完了 你自己考虑考虑 你什么事 这论师还在路边吃泡面呢 我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 真好 可以可以啊 你说我妈她们也是的啊 这王九女婿上门哪有拿泡面的一样 我说的是朋友 没说女朋友 你妈妈误会了 不能怪我 我告诉你啊 你少钻法力控制 单位大力评仰 你就是让你盯上女生了吗 相信我去告你去 算了 那个 你看啊 我们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就没有必要再互相伤害了 明天 明天我跟你妈妈说 就说我们分手了 这事就过去了 好吧 你真住华海中楼三十一天啊 确切地说 是三十两天 其实我找男朋友吧 我肯定也是有自己条件要求的不是 就像是这学历啊 最低是这种硕士学位 最好是九八五学院毕业的 年收入吧 不不不 月收入 一定要一万五以上 在上市中心有房子 这房子名字还必须得是自己的 最好是在外企工作 如果不是外企工作 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也是可以的 像是这律师嘛 我大爷还马马虎虎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觉得你这条件不高啊 相信我 你行你能 你可以 真的啊 我就说嘛 就我这条件啊 你说 身高啊 样貌啊 方方便便的 你说找什么样子都能找着 我就是 这样啊 这样 你说 我呢 虽然是个大律师 对 但是我也打过十几单的离婚官司 嗯 今天有空 就跟你讲讲现在年轻人的心态 好不好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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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现在人择偶啊 他不分男女 这个女的想找条件高的男的 男的还想找条件高的女的呢 对吧 婚姻 是人生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机会 可是呢 这个 离婚的人呢 也都是这些人偏多 为什么呢 嗯 因为期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嗯 嗯 像 这个层次的人呢 嗯 你理解不了 去哪 哪种层次理不了 就 我这种 那 有句老话啊 说得好 好 这个婚姻啊 一定要门当户对 嗯 就拿这两碗面说吧 嗯 我这一碗 看着就比你这碗 高大上一些 对吧 嗯 所以说呀 人也是一样 不同阶级 不同品位的人在一起 容易产生摩擦 你这条件也不行啊 你个人条件挺好的 你咋 嗯 就是这个外在条件啊 薛薇 差了那么一点点 嗯 你看啊 你住在一个七八十片里的老房子里 还挤了那么多口人 嗯 我觉得哈 你这个条件和要求啊 要是稍微 降低这么一点点 嗯 你就容易嫁出去了 嗯 说谁条件高呢 我告诉你 就这么高条件 这么高条件也够不着呢 等哪天我在市中心放过大架了 过来我就 砸你脸 让你后悔你背 什么玩意儿呢 我后悔什么呀 我又不娶你 我后悔什么呀 我又不娶你呀 我后悔什么呀 谢谢大家 我后悔什么呀 你还能再那一次 为什么就这么说 我都不应该 再有点变成 我们也不知道 我 是我道歉还不可诚恳吗 诚恳 所以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你看我去餐厅 直接让他进后厨 他根本没这个资历啊 谁不是从屋到有啊 而且杨总 小杨 我相信会很快地融入大家 你这就有点独断断横了吧 今天我就独断断横了 作为山之屋的最高领导者 我宣布的这个政策 绝不允许更改 这件事情是我承诺的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我知道 最近业绩不好 扣除了大家不少奖金 我在这儿宣布 六个月的整改期内 不论业绩如何 都给大家发最高的奖金 我可没带过女徒弟 是啊 师父的规矩从来不带女的 这规矩是人定的 再说了 这世界上又不是没有女厨师 咱别传出去到时候说山之屋的主厨 搞性别歧视啊 我 那就先试试吧 不过进了后厨 你一切得听我指挥 那是自然 行 我们都听您的 我真是小瞧你了 原来你把我从清辉阁叫回来 是打算你自己啊 我 好了 今天就这样 散会 散步 记得你答应我的事情 知道了 坚持到底 绝不跑路 你可千万不要再做缩头乌龟啊 我保证 再说了 我还欠你钱呢 我要是再当缩头乌龟的话 股份还你